近期,浙江连续高温天突破记录,连日的高温使得杭州西湖龙井茶少数茶园出现红叶现象,于是,记者走访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区一探究竟。 杭州西湖街道温家山村党总值数据孙斌告诉记者,温家山村的茶树种植面积大约在1040亩,近期的高温天起,导致茶树页面的温度最高能达到49度。 在村委的带领下,村民积极采取防护和浇灌措施,使得受损的茶园面积300平方米左右,总体影响不大。 其实我们有两块工作是做得比较前亮的,一块就是我们的遮阳,在8月初就是逐步地把我们整个山里面的茶园能遮上遮阳网的,全部遮上了。 第二块就是我们提前把那个跟水务和消防那边沟通好,我们及时地打开了消防栓,给我们茶园去进行一个供水,那么方便老百姓在那个我们的茶园里面进行灌溉,保证的用水量。 第二个呢,我们也请了很多的我们农业口子,包括茶叶口子的一些专家,来实地地去走访和分析这个茶园应该怎么去抗汗,合理的抗汗。 不光是通过浇水吧,其实更多的还是通过页面降温,让页面的温度降低了,那么这样才能保护好这个页面不被灼伤。 那么只要我后期,我们通过那个茶园研究所,一些专家给我们一些正确的引导,包括指导,那么可以把这个受损的这些茶树进行修复,那么最多不会超过20%的一个受损率。 当被问及高温带来的茶树页面灼伤,对明年的春茶采采是否会有影响,孙斌表示,只要后期做好一些养护和修复,明年茶叶的品质和产量总体情况影响不大。 从页面灼伤情况来看呢,其实一些枯老页面或者营养就是发育不太好的一些页面被灼伤呢,其实对明年的春茶影响不太大。 只要我们在90月份的时候进行一个修剪,包括它也会自然脱落,那么有些没有自然脱落呢,我们通过修剪,人工的采,把那些枯老叶子采掉。 那么只要我们能够把那个枝条,茶色的枝条能够健康地养好了,那明年我们整个春茶的一个品质和产量都不会是有影响。 记者走访了西湖龙底茶核心产券温家山村和双丰村,查看了当地茶树的具体情况,不少村民告诉记者,今年做好前期遮阳错失茶树,茶叶的受损不大,然后一些没有做好防护错失的茶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两点都天天如此啊,大水,大水呢,总会作用,还是盖在那里好,有些人家呢,他这个土比较好,他从来每一年都不盖的,那碰到今年的话,这个没这个设备,结果就没盖,没盖的话绝对影响明年的质量产量都要影响的。 那咱们家怎么样,产量和产量还会影响吗? 还好,还好,还好,还好的意思是稍微有一点点,是吧? 那基本不影响,我全部盖起来的。 我们那位呢,去年花了一万块钱,买的帐啊,这个杆子都好一点了,一杂业了,盖了盖就好,就严重了,你看这么大一块,你看都是,咱们你看叶子都没了,你看看,然后都死掉了,这种吊子,都死了,没用了。 像我们这种还可以玩过过来,但是玩过过来也吃了已经,明年才要总的,不是减长的可能性要减一点,那我减的少了,就是明年爆了吃了。 面对此次持续高温的强势来袭,孙斌也表示,随着后续气温的降低,查树的生长态势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在未来,他们也将积极投入科技的力量,实现水肥一体化,尽量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害,保证农警察的品质和质量。 其实我们今年要总结这个事情,首先呢,要感谢就是农业局前些年给我们增设了很多的一些微型机箱站,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就是预警,未来的天气状况,包括土壤的含水量,包括空气湿度,温度这样子,让我们把这个提前量做到比较提前了。 然后更好地预防就是恶劣天气,那么到冬天也是一样,那么我希望这些就是物联网的设备能够在我们全域能够普及。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现在在谋划是如何让那个设施能力能够进入到像我们这种三区的一些茶园里面,一个是自动喷灌,第二个呢是水肥一体化。 那么我们现在有些试点来做这样的一个设施农业,能够解放我们的生产力,更好地去把这个茶园管理得更好,让那个提前量放得更浅一些。